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互联网金融整治领导小组和网络借贷整治领导小组近日联合召开会议 明确下一阶段要持续推进行业风险出清 切实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专项整治工作启动以来 全国网络借贷等互联网金融行业风险持续收敛 网贷领域风险形势发生根本好转 截至今年10月末 全国纳入实时监测的再运营机构数量已降至427家 比2018年末下降59% 借贷余额比2018年末下降49% 出借人次比2018年末下降55% 行业机构数量借贷规模及参与人数已连续16个月下降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起草了银行业保险业 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投诉办法规定银行保险机构 不得拒绝接受消费者合理的投诉诉求 已经掌握或者是通过查询内部信息档案 可以获得的材料不得要求投诉人提供 对于事实清楚 争议情况简单的消费投诉 应当在15天之内办理完毕 并且告知投诉人 情况复杂的可延长到30天 好 接下来有请陆陈为我们带来 今日热度榜 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一起来看看有哪些热点事件 登上了今天的榜单 排在第一位的是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今天开幕 举办进博会是中国政府坚定支持 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 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 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 加强经贸交流合作 促进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 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 那排在第二位的是 取消高速省界收费站 进入连条连试阶段 交通运输部表示 下一步将组织各地交通运输部门 和相关技术支撑单位 扎实推进通信列路连条连试 系统功能连条连试等方面的工作 确保年底顺利实施系统切换 那排在第三位的是 游客抓红嘴鸥拍照 还强行喂食 众人指责 日前 在云南昆明海耿大坝 一名女子徒手抓住了一只红嘴鸥 给她强行喂食 她身边呢 竟然还有人帮她抓 并且拍照 镜头里 这姑娘笑容灿烂 可是路人们看不下去了 谴责致止 那对此事呢 网友们也有话说 有网友说 听着红嘴鸥的思鸣 没让你们的良心感到痛吗 还有网友表示 姑娘不该让自己的手心 成为她们飞向天空的牢笼 那以上是今日热度宝的全部内容 在这里呢 我们也要向您征集 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电子邮箱 来联系我们 也欢迎大家扫描节目的二维码 参与互动 您的观点将有可能 出现在我们的节目中 接下来进入今日聚焦 前一段时间 加入贵州贵阳的张先生发现 自己的银行卡 莫名其妙地少了好几万 仔细核对之后呢 就发现了一件 让他既生气又无奈的事 他妈去洗钱的时候 就发现卡上就少了 真正的850块钱 他转到我的账户上 我的账户上的这个清单呢 就全部是买打游戏 看到清单 张先生才恍然大悟 是9岁的儿子妞妞 用他的手机玩游戏 把钱花了出去 从2018年的6月份 就开始玩这个 玩这个游戏呢 就玩了9千 差不多1万块钱吧 9千8万块钱 张先生说 去年发现儿子 用他的手机玩游戏之后 他就苦口婆心地教育了儿子 并且将微信里的钱转走了 想着手机里没有钱 儿子就不会花钱了 没想到还是房不胜房 他记得他妈的这个银行密码 他从他妈的手机上转账 转到我的手机上 去年是增加1万 今年是3万9 增加4万块钱 张先生认为 孩子还是未成年 他希望能够追回这笔钱 随后记者在网上查到了 腾讯客服的电话 要和监护人进行确认信息 最长是近半年里的信息 如果它是在半年里发生的问题 你联系到我们 我们都会尽力配合到用户的 而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云南 13岁的小木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往手游里充值了近8千元 小木说从今年10月 他就开始偷偷地 给游戏中的角色买衣服 游戏中的角色皮肤多达上百种 而且价格也从几十元 到上百元不等 你买多少个皮肤 就其实其身 有部分人买的 然后有部分人自己买的 最高一次充了多少钱 六块钱 发现银行卡账目不对 小木的父亲立即打出 10月份的银行卡流水清单 目前 木先生已经向游戏公司提出申诉 希望能够追回部分款项 大家心里边都是这么一凉 你说这熊孩子一出招 家长马上就焦头烂额了 没有办法 对 这种玩法 玩出去的那个钱 到底能不能要回来呢 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 本栏目特约评联 岳师山 岳律师 岳律师 说说您的看法 朝东你好 首先是这样的 在理论上来讲 还是有要回来的可能性的 因为这个孩子是属于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那按照民法总则的规定 像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所做的这些法律行为的话 是需要他的法定代理人 是同意 或者说是追认 才能够有效的 那如果说他的法定代理人 不同意的话呢 那其实是可以向回追 但是呢 需要证明的就是 确确实实是这个孩子 实施的这种行为 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 我刚才没有确定好 就是说这孩子到底 是用他爸爸的账户 加入的游戏 还是说自己设立了 一个账户金融的游戏 那这个里面其实也就涉及到说 游戏公司对于这个账户的开力 包括说使用人 包括说这些交易 他是不是进行了 相应的这种验证 那另外还有一点的话呢 就是是否是能够证明 确实是这孩子实施的 那除此以外的话呢 我们其实还是想提一个醒 就是说对于这些家长而言 应该是管好自己的手机 管理好自己的银行卡 相应的账户以及密码 避免说再出现这种情况 而且呢 别那么粗心大意 你钱都刷出去一万了 你居然都没发现 银行卡里边少钱了嘛 那这显然可能还需要 他们提高一下这方面的关注 还有一点的话呢 就是目前我们国家 正在修订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草案当中 也对于网络游戏 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要求不管是社会也好 学校也好 网络公司也好 这些游戏公司 包括说家长这些家庭 那要对于孩子玩游戏这种行为 要进行相应的那种管理和预防 避免他们沉迷于游戏 那也就导致说 如果过于沉迷游戏 可能会影响到 其他方面的职业发展 所以说这一点上来讲的话 我们说学校也好 家长也好 包括说我们的游戏公司也好 要设定好相应的 这种管理和制度 避免说孩子过于沉迷 甚至说偷用家长的钱 来给自己买装备 好 感谢月深山 马上进入今日热图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 屏幕上的这张图片 这是河北体育学院 在今年的6月18号 在官网上发布的一份 对于40名学生 做出退学处理的公告 那公告上给出的 这个退学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学生 长时间为参加学校 规定的教学活动 也未办理相关手续 这个公告一出 马上就引起大家的争论 有人就觉得 说这个名学生 从上学到一直被退学 中间应该还 隔着好几级台阶呢 你作为这个学校这么做 是不是太简单 太粗暴了 还有人觉得 你既然不守学校的规矩 这个学校当然就不是 你上学的地方 那就这件事情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 白语是怎么说的 图片上的内容 是河北体育学院教务处 发布的一则退学公告 发布的时间是今年的夏天 大致内容就是说 有40个学生因为长期旷课 根据学校的规定按退学处理 这公告一出 激起的却是旷课学生的指责 如此处置太粗暴 几天之前 教育部回应 说如果学校是依据相关规定 做出的处理 是一个好的信号 学生不对自己负责 不对家长负责 不对社会负责 就应该付出自己应有的代价 也算是给高校 势力可定心玩 可我就好奇了 如果依规处置太粗暴 那以前不粗暴的处置 合规吗 又是谁给了学生 旷课有理的底气呢 象牙塔 培养的是国之栋梁 不是年轻人 互能事的天堂 年轻人上大学 除了关注文凭 更得关注水平 知识水平的提高 靠的不是躺在宿舍做梦 而是坐在教室里做学问 但是高校的教室也各有不同 有的教室别管多大 永远坐无虚席 有的教室不管多小 学生总是寥寥无几 因此该警醒的 有时候不光是学生 师生之间都应该以彼此为敬 时常照照自己的身影 好 感谢白宇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火焰栏报告 对党忠诚 纪律言明 赴汤蹈火 结成问民 今年119消防宣传日 是习近平总书记 向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授旗并置训辞一周年 新起点 新征程烈火担心 铸就蓝燕勋章 一年来 各地消防救援队伍 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的誓言 今天的火焰栏报告 让我们走进国家山岳救援 桂阳大队 我们贵州是全国唯一 没有平原的省份 卡斯的地貌 三万都全分 基本上我们美国地州市 美国县市区都有洞穴 探血呀 还有旅游啊 口口啊 其他的衣很多方面都容易掉在洞里面 作为贵州山岳队的话 我们主攻的方向是山岳救援 以及洞穴救援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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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蛇 献蛇 加油 加油 三号 三号 加油 组织这支队伍啊 我们的目标是全国一流 应该是国际领袭 来实现我们的那个专业化救援 前期我们请了很多教练 对我们进行培训 我们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把我们的损索救援这块 技术给它弄砖 弄到金 弄到最好 洞穴救援队的那个技术要求 是非常高的 侦查的时候 我们要快速有效地了解洞穴的情况 那就要使用单损技术 保护 守护员 实际打完需要向上一个点继续员成 在救援工程中 商业如何的进行那个保护 还有在提拉过程中 员防他们碰撞到我们的野壁 这些防止我们在救援工程中 造成被困人员的二次伤害 我们就要使用双省技术 有的洞穴有暗合 进去以后是戳中复杂的 有洞中有洞 而且进去以后有悬崖这些 所以说对一个普通人员进去对心理压力是挺大的 目前我们最多下到了是100到110米左右 如果有更深的洞 我们还是会继续地往下 如果旅有真正的遇难 我们能够有技术 有能力 能够到达更深的地方 经验更足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当时我们到现场的时候是凌晨五点多 然后我们马上立即就展开军员行动了 当时第一眼看到的话 基本上所有的房屋 全部被历史留覆盖 根本就看不到房屋 就只有左上角 还有两栋房屋 给自己内心吧 也是一种冲击 从来没经受过这种场面 当时看到特别的惨烈 也是环境特别的复杂 然后救援难度也非常的大 因为当时大家想的是 能早一点 也也是希望有一点奇迹 发生自己内心 也是抱有一点期望 想尽快地搜救出 还有生命迹象的被困人员 尽快地早一分钟 早一秒钟把他们搜救出来 搜 一 二 三 我们要抓紧 抓紧 不然我们就去 有一家人全部被买 只剩了一个人在外面的那种 但是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话 内心怎么讲是 掀起了很大的波 自己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自己的话 在外面 你的所有家人 十多个家人被埋压 那你是怎么一样的心情 任何时候救人 这些是我们的使命 人民群众 与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要迎难而上的 平时非常的累 训练也非常的艰苦 也非常的枯燥 但是你真正能 能用你的技术 用你的技能 把人做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种自豪 好的明白 继续观察 保持 全国出现这样大的救援 我们可以做一个攻击力量 随时曾建设的 曾摩海的调度 来完成我们 上级赋予我们的 各种救援任务 近日 新疆长吉州消防救援支队 联合新疆爱国佣军促进会 新疆大学附属中学 举办了以情细火焰栏 开启新征程为主题的 消防安全趣味运动会 此次活动以火灾逃生自救 和铺救火灾等 消防知识为基础 设置了消防车出水接力赛 消防战斗服穿戴竞速 火场快速逃生 高空攀爬挑战自我 等六个比赛项目 其中包含单人项目 和团体项目 涵盖了校园消防安全 家庭消防安全等 日常防火灭火的重点知识 让师生们在游戏中 学习知识掌握技能 共同接受了一次 防火灭火自救的 消防教育实践课 活动现场 学生和家长们 还观看了消防队员们 训练课目和搜救犬表演 联合开展了篮球友谊赛 故事分享会等活动 下面进入今天的法治素揽 一起来看看全国各地 还发生了哪些法治事件 近日江西省凤新县森林公安局 街道举报称 当地村民杨某某在街上贩卖 疑似猴面鹰的野生动物 接报后民警及时赶到现场 在杨某某家中缴获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猴面鹰两只 和其他野生动物三只 民警对几只动物进行的检查 发现没有受伤痕迹 具备放声条件 在调查取证结束后 民警及时对两只猴面鹰 和其他三只野生动物 进行了放声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今年2月 江苏省肃谦市树阳县公安局 晚安大队接到居民王先生举报称 他在下载了一款贷款软件后 就不停地被电话骚扰 发现这个APP 它是违法地在采集 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 这些数据库里面 包含上百万条公民个人信息 民警侦查发现 这款网络贷款软件 来自广东省某贷款公司 用户在注册时 需要输入个人财产 家庭情况 亲友联系方式 近期需求等大量的个人信息 在获取信息后 公司将信息层层售卖 下线购买者便可以针对性地 进行广告精准投放 电话轰炸 甚至实施诈骗等行为 而如果用户不勾选 个人信息授权合同 就无法获得贷款 警方初步掌握犯罪团伙的 犯罪证据后 跨越全国十多个省份 摧毁八个犯罪团伙 查获被非法获取买卖的 公民个人信息 约310万条 试案金额500多万元 目前 被抓获的44名犯罪嫌疑人中 已有32人被移送起诉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继续热线关注 今年来 发生在校园内的欺凌事件 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10月31号 一部以预防校园欺凌 为题材的音乐短片首映式 在北京师范大学 第二附属中学举办 为预防和减少校园欺凌现象发生 参与校园安全建设 提高未成年人法治意识 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联合出品了音乐短片 青春需要温暖 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 创新宣传手段 加强校园欺凌危害防止宣传 接下来 全国有关部门将组织专门力量 对涉及校园语言欺凌 身体欺凌 心理欺凌的网络音频 视频等进行全网排查和清理 10月31日 全国红十字系统走进苏州大学 举行首期青年骨干培训班 开班仪式 这里是苏州大学 全国红十字系统 首期青年骨干培训班 开班仪式在这里举行 此次培训为红十字国际学院 成立后首次培训 红十字国际学院 由中国红十字会和苏州大学 合作创办 是一所专门致力于 红十字运动理论研究 人才培养 文化传播 学术交流 国际合作的教学科研机构 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所 严格意义上的红十字大学 或者学院 可以说中国红十字会和苏州大学 联合创办的这所红十字国际学院 是填补了这个领域的一块空白 首期青年骨干培训班为期五天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竹 以对我国红十字会工作的 若干思考为题 为学院讲授了第一堂课 来自全国红十字系统的70多名青年骨干 及红十字国际学院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 苏州市红十字会干部 苏州大学学生 共180多人参加听课 11月2号 2019科学探索奖颁奖典礼 在北京举行 科学探索奖由腾讯基金会发起人 马化腾与北京大学教授 饶毅携手杨振宁等知名科学家共同发起 面向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 今年共有九大领域的五十位科学家获奖 每位获奖者将连续五年 获得总计三百万元的资金支持 叫科学探索奖 更主要的是强调不是奖励科技成果 而是在未来科研领域 能有可能突破的 对前沿对基础有探索性的这种奖项 它是奖励我未来的这种探索的这种方向 它是对我的这种探索的这种精神的 一种肯定和一种鼓舞 来看一则警情通报 近日广西乌州市公安局 对以欧杰雄为首的 涉黑恶犯罪集团27名团伙成员执行逮捕 该犯罪集团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 强迫交易罪 寻衅滋事罪 非法采矿罪 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 赌博罪等多项罪名 通告指出 凡检举揭发犯罪 提供犯罪线索 协助侦破案件的公民 依法予以保护 并给予1万元至20万元的奖励 好 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看 发生在河北苍州的紧急救援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的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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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